去年以来,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国际粮食供应链遭受冲击 价格上涨,供给趋劲 世界粮食安全状况不断恶化 有近20个国家采取了粮食出口限制 去年春夏,一些国家突发 沙漠蝗灾,就是蝗虫的灾害 叠加全球疫情爆发 常规灾害防控难以落实 加剧了粮食安全恐慌 个别国家甚至进入了紧急状态 据联合国的报告 去年全球至少有1.55亿 1.55亿人啊 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 是近五年的新高 与此同时呢 发展中国家粮食损失 发达国家粮食浪费的问题长期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